当播NBA篮球快信 星期六早早NBA常规赛继续上演 攻陆和攻牛将在攻陆主场一决高下 攻陆系位免冠军 攻牛系今季东岸一哥 两支强队今场狭路相逢勇者胜 等我们拭目以待 另外音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球星亚迪图坤宝和贺烈迪等人上季带领攻陆夺冠 一直被质疑 要知道他们当时在总决赛中战胜的 并非是一支痰花一现的队伍 而是依然可以在今季领跑全联盟战绩的太阳 这样一想 攻陆这个冠军的含金量就不低 由于新季攻牛的诞生 加上热火和蓝莽等其他强队的强势 东岸今季上游位置的竞争要强过西岸 攻陆目前以28胜19负的战绩排名第四位 军场得到112分的攻击力在东岸都是名列前茅 这个当然离不开一众球星的贡献 亚迪图坤宝军场得到28.6分有多 在个人得分王榜单上占据前三甲而棋 米杜顿和何列迪各自军场都有贡献接近20分的数据 攻陆三巨头今季都打出了正常水准 另外 攻陆今季也三次助阵麦拿伦论坛 球场赢足15场 主场胜率超过6.5分 再加上他们上场常规赛成功赢波子腿 而且系大胜今季西岸新季灰虹12分 全队上下士气正盛 攻陆今季有望成勇再下一成 阵容方面 中锋布鲁克鲁比斯因相缺阵 后卫加鲁维因触发健康与安全协议被隔离 因为迪罗申和朗素波尔等球星的加盟 公牛现在实力大增 球队甚至打造出查克拉维利&维斯维 迪罗申和朗素波尔四巨头的模式 可想而知他们的战绩自然得到巨大提升 恐怕无人估到公牛今季可以领跑东岸 目前战绩为28胜15负 比公六略胜一筹 不过公牛由上周一到现在 球队在七场常规赛中输足五场 当中还包括一波四连败打击 球队状态难尽人意 当然 那和他们人缘不齐有关 两大主张查克拉维利&朗素波尔都因膝头受伤而决阵 还有重要轮换大力黑中斯和查云迪格连等人 都还在到养伤当中 令球队战斗力大打折扣 他们今场都没完出战公六 最不好的是 最近十次面对公六 公牛曾经输足九场 他们完全处于下风 就算球队今季二军突起 公牛至少现在还不是为免冠军公六的对手 M直播是澳门球迷必备的应用程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更多的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第一次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